金台区金河镇 美丽的金鱼河 从此自千山而出 横贯林这片 终于绿秀的大陆上 绿池村 左达绿珠相切改 金鱼河宫岸的绿变 内经细细的打磨 绿加温热 与细绿 今天 相当用心的新时代歌声 回望在这片 让一魂心梦动的故土上 走进知青小镇 映入眼帘的是房屋侧墙上的彩画 一张张一幅幅 将木兰带回了那个激情岁月 豆蔻年华 还记得1976年3月的一天 我们一行几十人及家属亲朋 一大早坐上了商业局系统的大卡车 被光荣地送到了 距离宝吉县几十里以外的农村下乡插队 当车队刚进村口 大队知书就已经带领全体村民列队欢迎 那场面至今历历在目 时隔45年 当年16岁下乡的木兰 现60岁又来知青小镇 重拾记忆 感慨岁月尽如此不经用 逝去的是青春芳华 留下的却是美好的记忆 另一个人 两天 着急 家 可以 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宝基知青小镇是宝基市金台区 以知青文化为主题元素 辐设农村民居 山水田园以及新拓展的房车 帐篷营地而打造的旅游项目 它位于宝基市金台区金河镇 玉池村 全称为玉池公社知青小镇 玉池村 玉池村